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30集 安家路最终还是决定不说 他觉得那样的话会很煞风景 他笑着转移着话题 逗着鱼醉 他当然不相信鱼醉能凭空猜到他的心事 可鱼醉偏偏猜到了似的 神棍似的表情 严肃有加的语言 你的眼睛中有淡淡的忧伤 你的眉毛上有浅浅的刷 你的表情里 有不准备为外人道的遗憾 安家路一仰 他的心跳了跳 生怕鱼醉真的发现了他的心事一般 而鱼醉却趁着说话的功夫 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安家路 他忍不住在心里溃叹着 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凝视着 这张鸽弹形的面旁 可是多少回梦里见过的呀 所以我能看出来你的心事 鱼醉口是心非 在编造着一个牵强的线索 你还没说什么心事呢 心事就是 你发现了一个和你心目中 白马王子不相上下的目标 所以 你很挣扎 你很犹豫 白马王子 算了吧 在哪儿呢 我瞧瞧 安家路斜斜地去着鱼醉 就等着鱼醉把手指指向自己 瞧瞧 好的 鱼醉掏着手机 吓了安家路一跳 却不料他拿着手机一伸手 对着自己咔嚓一张递过去 就这个样子 还勉强吧 鱼醉埋下头笑上了 安家路拿到手机的时候才明白了 手机屏幕上 是鱼醉故作深沉的脸 还有没有退去的坏笑 一刹那间 他笑了 掩着嘴 笑得花枝乱颤 笑了半嗓才把手机递回去 好痛苦的表情 确实也只能达到勉强的水平 还可以吧 出了黑了点 其他 已经大大超过勉强的水平了 你脸皮真厚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白马王子 安家路越来越不留情面 不过那也意味着距离越拉越近 他这样一说 鱼醉笑得更深 沙士比亚说过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 换句话说 每个人都会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王子 安家路又喷笑了 他注意着形象 生怕被周围看到 可实在忍不住了 两个人相视都是笑意盈然 安家路先指一指 王子 你是不是忘了该送朵玫瑰啊 七爱哥 鱼醉愣了 没想到安家路脸皮厚起来的速度超乎想象 在公主的心里 王子可是无所不能的 骑着白马就算了 咱也养不起 那玫瑰呢 上回还答应给我的玫瑰呢 安家路纯属为难 他好喜欢看鱼醉的糗像 可不料鱼醉糗了片刻 一整脸色一搓手 那爱神叫什么来着 比丘特 丘比特 你个草包 对 丘比特 丘比特也挡不住 我要为公主 辨出一朵玫瑰花的愿了 鱼醉神神叨叨 双手在加快 安家路看愣了 以为他藏着了 只见鱼醉双手眼花缭乱地 做了一个假动作 亮出来时 双手以各直立朵玫瑰 鲜艳的玫瑰 几乎亮瞎了 睁大眼睛看着的安家路 他根本没看见 花是从哪来的 一刹那 那种小女孩的激动 让他差点惊叫出来 从笑吟吟的鱼醉手里 接过玫瑰 他看着四周艳线的眼光 有一种好激动 好兴奋的感觉 你藏在身上什么地方 我怎么没发现 安家路没想到他有这一手 鱼醉眼睛睁大了 严肃地摸着胸口 这儿 离心最近的地方 安家路咬着下嘴唇 憋着笑 他知道鱼醉脸皮很厚 不好拒绝 不过他还是挑到了毛病 很不中意识 鲸华 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没法藏啊 压坏了 你又得说我捡的了 那上次在学校 是不是捡的 老实交代 天地良心 绝对不是捡的 就咱们学校 不远的花店 压坏花掰的 便宜给了我两路 这回安家路忍不住了 一手拿着花 一手掩着脸 痴痴笑着 透过纸缝撇到鱼醉的样子 总觉得哪让他好笑一般 笑得半赏停不下来 实际地讲 暧昧的双方 都有智商上的优越感 都把对方当作傻子看 可事实上 自身的智商都在下降 降低到逼近傻瓜 悄悄吃完饭 悄悄买单走人 来闻鼠标李二东三人 躲到了车上 在盯梢着临窗而坐的那一顿 他们看到了 一个像傻瓜一样说话 一个像白痴一样像 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甚至于他们看到 鱼醉变戏法式的 拿出来两朵玫瑰 安家路一直指在手里 一顿饭 两个人一直像一对情侣 那样窃窃私语 毫不亲密 怪不得这家伙 飞到反爬队 上辈子是银贼出身呢 玩得真溜 看把安美女哄得 哎呀 坏事了兄弟 不能去撬人家 谢兵抢脚吧 这太不道德了 谢兵和安家路 都是我的恩人 小你说的 他好像什么时候 道德过了似的 鼠标苦脸了 来闻笑了 这哥几个的去世 让他看到了 反爬队员的另一面 其实和普通 二十多岁小伙子 没什么区别 看着鱼醉和安家路 吃饭 两个人不断地 发着牢骚 除了羡慕极度恨 还是羡慕极度恨 等啊等啊 足足等了这二位 一个多小时 快到上班的时间 才舍不得起身离开 随后 鼠标又发现 鱼醉很不道德的事了 哎 看 这瓦瓦的 跟咱们一起吃饭 从来不主动掏钱 现在都抢着买单了 这很正常啊 每次你吃的最多 我们掏钱 谁心里乐意了 鼠标和李二东 两个人又在车上 互掐上了 莱文笑着 发动了车 他看到两人 并肩走了好远 鱼醉在路边 给姑娘拦了一辆出租车 亲自开了门 依依不舍地告别 等出租车走了 莱文才摁着喇叭 引起了鱼醉的注意 车停到路边时 鱼醉迟疑了一下 跳上了车 嘿 面对着两位伙计的 质问的眼光 他吐了吐舌头 哎 好巧啊 自己一个人出来偷吃 真不要脸 偷吃就罢了 还偷人呢 你可好意思的 咱们可都是同学 露馅了 不过鱼醉的脸皮 那可不是盖的 马上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义正言辞地呵斥着鼠标 闭嘴 不管偷吃还是偷人 都没有偷窥的不要脸 推 你们无权评论我的私生活 以及感情问题 谁胡说 小心我跟他急啊 呦 一句话把俩人都给压住了 莱文作为局外人 发现鱼醉在铁三角里 很有领袖的风范 可不料领袖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那俩不说话了 说上怪话了 好 我们不说你的烂情 我们尊重你的奸情 我理解你的饥渴 可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吧 朝同学下手吧 李二东终于抢回道德的制高点了 莱文笑 鱼醉也笑 他们想戳破鱼醉的脸色 让他脸红一下下 可是没那么容易啊 而且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同学怎么了 同学最好 有感情基础 我给你们说说这个感情问题啊 我觉得啊 咱们都活得太缺乏感情了 习惯了就有一种麻木 可是 我在和安安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不一样 他一笑 我就跟着高兴 他一皱眉 我就跟着心跳 这种极度期待 忽上忽下 患得患失 又甜蜜又青色 哇 好像初恋的感觉 恶心 鼠标和李二东连藕带兔 就差扑倒在地了 莱文已经习惯了于醉的荤素不济 这么清纯的表现一出来 他笑得一哆嗦 油门不稳 车顶熄火了 整个人趴在方向盘上笑 瞧这话雷呢 不但把哥几个雷趴下了 连车都雷趴窝了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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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